我的小师妹是个穿越者 人前她温柔可人 所有男人都围着她转 然后她把我堵在身前 师姐 不管你在意哪个男人 我都会把她抢走 我冷淡地瞥了她一眼 不好意思 我哪个男人都不在乎 小师妹不信 不可能 你在嘴硬 你绝对 我饶有趣味地看着她 一步一步逼近 嘴硬的人是你吧 她一步步后退 忽然一脚踩空 我的师门来了一个小师妹 她叫陆瑶 陆瑶而入师门的那天 引起了全宗门的轰动 我师门都是剑秀 已经很久没来女弟子了 那天我在后山练剑 没去看她 只听路过的师兄弟 不断感叹陆瑶有多好看 笑起来有多甜 我以为我和陆瑶而 不会有什么交际 没想到次日 我师尊陆明熙 就召开师门会议 把我们几个都召集到一起 陆明熙一身白衣 风神俊朗 作为落霞宗第一剑尊 眉宇间像明着万年的冰雪 然而她看向陆瑶而的时候 目光温柔 如春雪将融 以后瑶尔就是你们的小师妹了 她根基不稳 你们几个要多加照顾她 尤其是独酒 我听陆明熙突然点我的名 下意识地抬起了头 陆瑶一袭粉嫩的衣裙 18岁左右的年纪 笑起来脸上有甜甜的酒窝 她蹦蹦跳跳地到我面前 一把轻易地拉住我的手 你就是独酒师姐吧 瑶尔以后要请师姐多多关照了 师姐 你又高挑又好看 为什么我刚才那天没看见你啊 那天我在练剑 我不惯于和陌生人那么亲密 边说着 边不动声色地扶开了她的手 然而我只是轻轻一扶 陆瑶却做出了很大的反应 她往后一退 仿佛我用了多大的劲 所有人都看到了 陆瑶的眼底迅速泛起命运的水无师姐 不喜欢瑶吗 众人哗然 洛明熙皱着眉头看着我 独酒陆瑶见师尊生气了 一只手拉着她的袖子 表情无辜 师尊别生气了 师姐没有针对瑶 瑶尔会和师兄师姐们 好好相处的我看了一眼 陆瑶如小鹿一般清澈的毛子 和洛明熙看向她时的柔情目光 她从来没有这样看过我 当年为了抢洛明熙 这个第一剑尊清传弟子的位置 我在选拔大会上杀红了眼 把全宗门所有心声都踩在脚下 用我的剑睁来的 而陆瑶又是为什么 没几天 全宗门都在传我对新来的小师妹有意见 而小师妹也越来越爱凑到我身前来 我知道为什么 她想取代我 我每晚都会到后山练剑 陆瑶会偷偷跟着我 自顾自的躲在我很远的地方 跟空气对话 她管空气叫系统 还说什么我是女主 所以要找到我的弱点 把我赶出山门 才能安心攻略其他男人 什么洛明熙 男牧羊 风济 他要一网打劲 胃口可真大 她怎么不想想 我的修为比他高那么多 耳听八方的能力还是有的 很快 陆瑶就开始搞事情了 她天天黏着洛明熙 天气炎热 便给他做什么桂花奶茶冰粉 抹茶杏仁禄 还有冰镇葡萄心什么的各种吃食 洛明熙也越来越宠爱这个小徒弟 那些能大幅提升修为的灵丹法宝 她都一股脑地送给了陆瑶 这个举动引起了很多人的妒忌 那些法宝都是无价之物 她从来不让手下弟子 使用法宝增进修为 说靠外力获得的修为 都是纸糊一样脆弱 但陆瑶一样 她就给了 后来陆瑶给所有人都做了一碗桂花奶茶冰粉 所有人都说好喝 夸赞她一世一家 心灵手巧 她还亲手端到了我面前 所有人都看着我 我喝了一口 酸苦难言 我差点就要把碗摔在地上 她笑应的看着我 我却声声咽了下去 稳住心神 我知道如果我当众吐了出来 众目睽睽之下 正合她的心意 我带了一丝笑意 很好喝 陆瑶有些意外地看着我 师妹 你刚来试门的时候我没去看你 便以这碗赔罪吧 以我同处一门 自当相互扶持 我把那碗冰粉又递给了她 洛明熙赞许地看着我 陆瑶极好奇 为什么我会说好喝 又耐不住周围人的目光 于是她也喝了一口 我眼睁睁地看着她的脸色 有粉到黄到绿 眼泪都快远出来了 她死死挤出一个笑容多谢师姐 明明是道着谢 眼神里充满怨恨 不谢 我转身离去 一记不成 陆瑶还有更多的手段 她很快勾上了第二个目标对象 南木扬 南木扬是与我同宗门顾风的大师兄 是个秦修 也是我的青梅竹马 与我有一纸婚约在身 她生的好看 温润如玉 天赋卓越 是全宗门女子都喜欢的人 自我小的时候 南木扬便如同大哥哥一样带着我 长大后 我选了剑修 她便修琴 她说若我日后与人对阵 她便为我揍破阵曲 若我受了伤 便为我抚亲殷爵 无数个日夜 她都陪伴在我身后 我练剑 她抚琴 从未更改 但自从陆瑶而来之后 南木扬很久都没来找我了 直至有一天晚上 我收到了南木扬的传音指贺 指贺上让我去孤雾风 她有话对我说 结果我来到了孤雾风后山 林中正下着薄薄细雨 我淋着雨 却听见林中传来悠扬熟悉的琴声 青音爵 不远处的邻里 南木扬正在抚琴 而陆瑶为一只受伤的灵鹿包扎着 那只小灵鹿舔着陆瑶表示感激 陆瑶被她的舌头舔得痒了 笑声像银银一样清脆 而南木扬正温柔地看着她 那眼神曾经也是对着我的 南师兄 你的琴音也太厉害了 青音爵果然神奇 南木扬微微一笑 是你救了这只灵鹿 并不是我 不是啊 师兄 你真的好厉害 完全听不出来 琴心哪里出了问题 如果你难以和独九师姐说的话 不如过几日的门派会舞 你和我搭档好不好 南木扬的琴心出了问题 对他们琴修来说 每一次修为的突破 都是对琴心的考验 若琴心出了问题 就如同剑修失去了手 除了自己克服 旁人都无法左右 可是他的琴心出了问题 为什么不和我说 可我已经答应了读 小灵鹿蹭着陆瑶的头 陆瑶而蹲在地上 语气失落 我知道啦 你和独九师姐搭档了那么多年 我一想到师姐持剑 有师兄这样的人 一直站在他身后 就由衷地羡慕 陆瑶说完便站了起来 笑容明媚 没关系啦 师兄你相信我 你的琴心一定没问题 到时候会舞 我也会替你们加油的 在南木扬的身前 陆瑶已改师在面前的温柔 充满活力 阳光 那些都是我没有的东西 南木扬有些苦涩地笑了 若独九也能像你一样 善解人意该多好 我扭头不要离开 余光却瞥见了陆瑶 望向我这边 得意的笑容 只喝在我的手里燃成灰烬 这一切又是他想让我看到的 此时之后 我单独找了南木扬 质问他情心的事 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么久了我都没察觉 还让他跟我一起准备会舞 南木扬却说 因为我的心都在剑上 根本看不到其他人 我骤然心一紧 就因为陆瑶 他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我找到师尊的时候 陆瑶正赖在他身边 他一见我来 惊恶与讨厌 就立马换成笑容 师姐我无视陆瑶 绕过了他 和师尊说了 想换回舞搭档的请求 洛明熙波澜不惊地看着我 那你想换谁 我指了指陆瑶 我和他搭档 这下瞠目结舌地换成陆瑶了 没想到洛明熙同意了 陆瑶还来不及拒绝 我的眼神落在他身上 他立刻闭了嘴 然后被我带走了 回去的路上 陆瑶一路都在试着和我攀谈 吸引了很多人的视线 我一句都没回 他自讨没去许久 形至必经的山间吊桥时 他终于爆发了 他往前小跨了两步 挡住了我的路 师姐 你唱的是哪出戏 实话实说吧 你不就是看我不顺眼吗 我愣了一瞬 这句话应该是我说吧 他委屈什么 别挡路 我推开他 他却执拗地挡在我身前 就挡 我看了眼山崖 在这里挡路 你想掉下去就直说 陆瑶瞪大了眼睛 似乎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但他很快稳定了心神 继续堵在我身前 他佯装自信地看着我 师姐 不管你在意哪个男人 我都会把他抢走 我冷淡地瞥了他一眼 不好意思 我哪个男人都不在乎 小师妹不信 不可能 你在嘴硬 你绝对我饶有趣味地看着他 一步一步逼近 嘴硬的人是你吧 川 跃着着 他眼神慌张 一步步后退 忽然一脚踩空 眼看着就要从吊桥上摔下去 啊 救命 我一把拽住他的腰 终于安静了 陆瑶儿终于消停了两天 得益于我给他家的课业任务 万法坚决一炷箱时间背熟 背不下来抄写一百遍 晚上与我对见 做好准备 陆瑶儿瞪大眼睛 你这不是欺负人 你什么修为 我什么修为 我奚落到你也知道自己修为低微 成日的功夫 都花在堆砌那些纸糊的修为上 若会我惨败 你不嫌丢人 我一觉得羞愧 我要告诉师尊 你瞧不起我 我一把拎起他的衣领 像拎起一只兔子一般 他水银的眼睛充满恐惧 若是哪个男人在场 定会呵斥我松手 少要欺负师妹 就是瞧不起 在我这里 你若强过我 我自然心甘情愿拜扶 若像你这般成日动那些歪心思 我定会欺压你到死 我走远后 听陆瑶儿又在对着空气喃喃自语 太可怕了 这哪是女主啊 这是个五吃吧 呜呜 我能不能重新穿越的世界啊 都怪你这个垃圾系统 谁说修正世界好混的 这两天给我打的 身上一块好皮都没有了 系统你给我滚出来受死 小师妹的进步飞速 我心知她 还是用了非同寻常的修炼手段 许是和那个系统有关 但我没戳穿她 一是因为 她的确有着卓越的天赋 二是因为 呵 还差得远呢 陆瑶儿被我带走 少了陆瑶儿的骚扰 师尊没多久就感悟开化 实现了追求多年的突破 于闭关修行中突破了大城七 整个师门设宴庆祝 尤其陆瑶儿最欢时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她突破了大城七 那天宴席上 我也喝了不少酒 南陆瑶儿坐在我身边 想解释什么 但没说两句 就被陆瑶儿拉走 陆瑶儿还敬我一杯酒 所有人都以为 我们如今冰势浅险了 洛明熙的身边 围了许多人 我身边却依然寂寥 不知道为什么 我喝酒喝得越来越晕 陆瑶儿健壮 就提出要送我回房休息 他又在安什么心思 我随他搀扶着 果然 他把我送到了 一个陌生的房间 我进去休息后 陆瑶儿立马转身离开 没过多久 一个陌生的外门弟子 就闯了进来 想对我上下起手 喝 我心里吃笑着 败坏我的名声 陆瑶儿 你就这点小伎俩 我晕厥的时候 就发现酒不对劲 于是用内力逼出了酒 如今已经好了大半 我将那个毫无防备的男子 一掌机晕 塞到床下 没过多久 陆瑶儿就探头探脑 想看看 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 被潜伏在门后的 我一把薅了进来 师姐 陆瑶儿惊讶地喊出了声 我点住了她的穴道 一把把她扔到床上 你想摆坏我的名声 一会让所有人都来看 是不是 我冷笑着看她 你想不想知道 缩减自负是什么滋味 不是 师姐 我我我 我用一把木剑 面无表情地挑开了她的衣服 一层一层 别 别 直到吞至一层泄衣 我欣赏着陆瑶儿白皙的皮肤 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红色 她已经羞红了脸 身材不错 毒酒 你变态 我冷笑到我去胃好的很 我把陆瑶儿事先安排的男人 又重新丢回床上 两人面面相去 用眼神交流着 男人似乎在说 你找来的是什么怪物 陆瑶儿愤怒直接开队废物 挪开你的狗眼 没过多久 发现陆瑶儿不在的师兄弟们 开始四处找她 后来陆瑶儿被人发现 和一个男人衣冠不准 在同一个房里 众人哗然 而那时 我已经回去睡觉了 虽然陆瑶儿哭得 梨花带雨说是 自己走错了门 被一个同样喝醉的狂徒欺凌 两人狗咬狗一拨后 都不敢交代出我的存在 不然他们也满愿其说 陆瑶儿逃过一劫 但名声已经大不留钱了 在甜美有什么用 又不是所有人都会信她的话 陆瑶儿这段日子很不好过 只得安心练剑 每次看到我的时候 都气愤难当 我以为她这次终于能消停了 可惜 狗还是改不了吃屎的 洛霞宗一贯有 训养灵兽的传统 遇到危险的时候 灵兽也会冲出来保护主人 但陆瑶儿还没有自己的灵兽 在师尊的提点下 无奈只得我带她到 异兽阁去碰机缘 像她这样 清单都没结的剑修 只能训养一层灵力低微的灵兽 高阶灵兽不但驯服困难 还会有市主的风险 所以我只给她开了一层的门 没想到 她左挑又选不满意 都嫌那些灵兽灵力低微 我不知道她哪里来的自信 妄想收复三层那些高阶灵兽 她趁我不备的时候 抢走了钥匙 自己打开了三层灵兽的门 但那些高阶灵兽 最近本来就容易躁动 陆瑶儿开结界的方式 也太过急躁 直接惹怒了沉睡中的最强灵兽 孔雀明尊 孔雀明尊 百慕之王 她愤怒地盯着陆瑶儿 白雨闪烁出金光 强大的灵力 顿时震荡了整个异兽阁 陆瑶儿变戏法一样 掏出许多法器 想收复孔雀明尊 有些连我都没见过 但一点用都没有 孔雀明尊居高临下地 闭靡着我们 率领着其他异兽 对着陆瑶儿 吐出琉璃明火 师姐 怎么办 我们现在 我看了她一眼 提点着她小师妹 做事前要想后果 你是否知道自己 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陆瑶儿愣住了 我别过头不再看她 对她严禁于此 我在石海中 呼唤着本命法器的名字 宋魂 煞见宋魂 自石海中轰鸣而出 一瞬间四万鬼哀嚎 我心神一乱 孔雀明尊虽是灵兽 但最怕煞气 宋魂是先代落霞宗主 传承的煞剑 也是克制她的最好法器 但是单凭我目前的修为 无法很好地驾驭 临接更高的宋魂剑 于是伤敌一百 自损七十 一番对招过后 孔雀明尊被我暂时压制住了 但我猴内却一股心田 灵力大乱 鲜血喷涌而出 陆瑶儿蹲在我身边 吓得哭了出来 她手足挫到师姐 你别吓我 我怎么办 呜呜都是我不好 我努力持剑撑起身体 我面对孔雀明尊倒是不怕 面对这个自己做死 还把自己吓哭的锅造麻雀 却不知如何应对 我叹息了一声 别哭 你来帮我加持灵力 她文言立马点头 倒是听话乖绝 我手把手教她 和我一起操控着宋魂 有她的灵力加持 宋魂终于不再躁动 但她的手却冰凉 眼泪啪哒啪哒地落在我手背上 如断了线的珠子 我轻轻拍了拍她的背 以示安慰 她身体明显僵了一下 不多时 孔雀明尊被我们镇压 救援的人也赶到了 洛明熙和南木羊 带着紧张的神色 看向路遥 询问她有没有受伤 路遥文言一愣 思索了几秒 然后指了指我 我无事 但师姐受伤了 洛明熙问究竟发生了什么 路遥一阵纠结后 坦承了自己解开了 第三层灵兽封印的事情 洛明熙惊愕地看着她 这样的措施 是要被拒出门派的 路遥儿跪着苦苦哀求 洛明熙再给她一次机会 她再也不会犯错了 但洛明熙虽喜爱小师妹 却心硬如铁 不管路遥儿怎么哀求 都无济于事 我犹豫了一会儿 挣扎着起身 帮她承担了部分罪责 我说 封印是我看管不慎 并没告知小师妹 不能开高阶零售的封印一事 所以论责任 我也应该承担 路遥儿惊讶地看着我 洛明熙铁着脸独酒 你可知道出这话的后果 我看着路遥儿 泪眼婆娑的脸 想起她方才终究 是害怕我真的出事 况且她若想陷害我 方才也是个好机会 于是点了点头 若此事是路遥儿一人所犯 洛明熙也护不住她 但如果师姐也有过失 两人承担 她尚可利宝 最后 按照门规 我和路遥儿都被罚去 撕过牙撕过半个月 撕过牙的日子 比想象中好得多 主要是我过得比较舒服 因为我的原因 路遥儿才留了下来 她要全全照顾我 直到我身体恢复 这也是她给洛明熙的承诺 于是我生平第一次 拥有了使还小弟的日子 我躺在树间的吊床上 和煦的阳光照耀着我 见觉心法被我放在旁边 如同摆设 当然这个吊床也是路遥儿做的 我闭目养神 嘴里却不闲着 师妹 我觉得南边的太阳更好 吊床应该换个位置 师妹 阳光下看书太费眼睛 不如你念对我听 上次的桂花奶茶 实在让人难以忘怀 不如师妹再露一首师妹 师妹 几番过后 跑来跑去的路遥儿 彻底爆发了 她把装着桂花奶茶的此碗 往桌子上一甩 毒酒 你够了吧 你损伤的是修为 又不是摔断了胳膊腿 你在这度假吗 我懒洋洋地看着她 生平第一次觉得 被人凑很爽 比突破修为还爽 是谁哭着求着 让我赶快好起来 说愿意伺候我赎罪 我回去后 伤势更重 直接昏迷了 路遥儿深觉愧疚 在我床边一直哭 一直念叨 我终究还是听到了几句 路遥儿气得战红了脸 你 无耻 我安心地继续躺着 路遥欲哭无泪地 继续跑前跑后 实乃洛霞宗第一盲人 我曾问过路遥 为什么想打开 高阶零售的封印 又为何之前 与我针锋相对 路遥一开始 听了只装傻 后来有意无意地 也会主动向我提起 她想改变一个故事 我问她 究竟是什么故事 她说 是一个全世界 围绕着主角传的故事 那些不是主角的人 却会被排挤在外 再努力 也得不到主角想要的东西 最后抑郁而死 她不想那样 所以她想 如果主角不在的话 会不会好很多 我问她 所以你觉得 主角拥有的一切 都是理所应当 不费吹灰之力吗 应该你说的故事 我并不懂 我只知道 没有人能轻易得到 自己想要的东西 包括我 包括洛明熙 至于那些不是主角的人 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 难道就不是主角吗 异兽阁对我还有一丝善念 我才会出手帮你一把 至于你说的抑郁而死 不如反思下 究竟是什么路 才导致这样的结果 陆瑶抿着嘴 若有所思 我躺在榻上 拥挽到小师妹 你该去准备晚饭了 异兽阁大部分的灵兽 都找回来了 唯独孔雀明尊 混乱中逃跑失去踪迹 全洛侠宗 发动一切力量 去找也一无所获 宗主大怒 我们所有建修都领了罚 时间一天天过去 毕竟有人伺候 跑前跑后的日子 可比炼剑爽得多 结果还是被陆瑶发现了 那天气的他 毛都炸了起来 嚷嚷着要越过师尊 给宗主地址诉状 我说没用的 他们都知道我的秉性 我这样最新见到的人 怎么可能虚度年华 去装病等人伺候我呢 陆瑶整个人都炸了起来 一脸不可置信 世上怎么会有你这样 厚颜无耻的绿茶 我挑了挑眉 彼此彼此 他受了气 又不敢发火 就去后山逮兔子 把人家兔子耳朵拽起来 然后对着兔子就开始骂我 后来兔子们受不了他的摧残 每天见到 他来就跑 陆瑶更郁闷了 这天 诺明熙忽然把我们所有人 都叫到衣食店里 商量会舞的事情 我们建修本来有五个名额 拜陆瑶所赐 被剪成了三个 诺明熙宣读了他选中的名单 里面并没有我和陆瑶的名字 全都是男弟子 我已经好几年没参加会舞了 并不觉得意外 但陆瑶极其失望 陆瑶本来就对会舞期待万分 因为会舞胜利 会有高阶法器奖励 这也是他一直期盼的事 师尊 师兄们修为高深 可本次会舞还有低修组 我们建修无人参与便空荡了 瑶儿自请 洛明熙梅等他说完就挥了挥袖子 你刚惹了大祸 便别在宗主眼前晃悠了 陆瑶吃了饼 但眼珠一转 又开口说到师尊 可独久师姐修为 在全门都是数一数二 为何本次会舞也没有他 此言一出 全场沉默 洛明熙的脸色很不好看 陆瑶没想到 大家是这个反应 他看向我 我对他摇了摇头 终于有个投铁的弟子出来说话 啊哈哈 独久师姐确实优秀 但 但五年前参加会舞的时候 独久师姐 可是没给任何一个鄙视者留面子 把所有人都打趴下了 个疯主都趴了 啊哈哈 当年我为了夺得送魂 把洛明熙的主妇 都忘在了脑后 以最快速度绝胜负 还把洛霞宗主的独子风计 打得落花流水 那年我虽赢得了送魂 但见修那一年都不太好过 只因我当年不明白 做人要留三分的道理 在那之后 我便没再被允许过参加会舞 又是一阵沉默间 陆瑶尔不平的声音骤然响起 会舞 本就是以舞论道 自当以实力说话 若要四处忌惮 岂不失了论道初心 也是对对手的不尊重 今时不同往日 师姐也不是五年前的师姐 我们洛霞宗讲究机缘平等 尽力而为 师姐应当在会舞中有一席之地 这下不只是其他人惊讶 连我也诧异地看着她 她怎么会如此向着我说话 最后在陆瑶尔的距离力争下 洛霞宗最终还是松了口 将其中一个会舞名额给了我 为此她可能要面临宗主的指责 若不是陆瑶尔的坚持 我一定得不到这次机会 走出店外后 我刚想对陆瑶尔道谢 她却抢先开口了 她狡黠道师姐 你看我这么帮你 你要怎么谢我呀 原来在这等着我呢 你想要什么 说说看陆瑶开心了 你已经有送魂了 我连个法器都没有 若这次会舞得胜 你赢得的法器就给我 不过分吧 因为自己没办法参加 但是又很想得到高阶法器 干脆让我去 替她拿一个 她果然聪明了很多 我故作伤心 哎 我还以为师妹真心替师姐着想 才替师姐说话 既如此 我便和师尊说一声 此番将名额让给你 师妹想要什么便自己去拿吧 我刚要往店里走 陆瑶一把拉住了我 哎哎 别 我替你想了呀 但她一拽 我腰前的带子被猛然拽落 一个重心不稳便向她倒去 当然重心不稳是假的 我就是想捉弄她一下 她猝不及防 被我压在身下 手里拽着我的腰带 一脸猛逼 我笑到师妹的确好心 但却心急了些 陆瑶而脸越来越红 终于发现我在戏弄她 她小鹿般的眼睛 越发精明亮 她嘴一撇 眼泪就掉了出来 师姐 师姐为何这样欺负人 呜呜呜 我一愣 她是怎么做到的 说哭就哭 突然 我背后传来一个男声 住手 放开那师妹 这声音 我转过头去 我身后那个一身正气 阴气凛然 一身明黄衣裳 能晃瞎人眼的男子 正是落霞宗宗主之子 五年前会捂上书给我的风记 好久不见了 所以陆瑶早就看到了 她故意的 小师妹俏皮的眨眨眼睛 一副我是绿茶 你奈我何的表情 小师妹还想装作 落风斧柳的样子 缓缓起身 却被我一把薅了起来 风记看到后 痛心疾首毒酒 你怎么还这么没女人味 我冷淡回到的确惭愧 不如风师兄 你身上女人味多 谁向风记承认桃花不断 女人贴都贴不过来 女人味自然没她多 风记气急你嘴 怎么还像刀子一样 陆瑶赶紧插进来就是 就是我瞥她一眼 她立刻闭嘴了 风记注意到了陆瑶 师妹脸生 难道就是青灰丰那位 被毒酒欺负压榨的小师妹 陆瑶如同遇到知己般正事 您难道就是五年前 被毒酒师姐折辱的风记师兄 风记嘴抽了抽小师妹 说话不要那么赤裸 两位 我还在这里呢 陆瑶可不管 她凑上前去 吹捧了风记一般 风记这人最爱听别人夸她 被陆瑶夸得飘飘然间 突然听到陆瑶说这次会舞 师姐也要参加风记脸色一变 眼神瞬间变得阴质 如此甚好 当年是我学术不经 你当年加给我的耻辱 这次我闭双倍的奉还与你 与我五年前的会战 一直是风记的一个新节 后来几年的会舞 风记虽然都拿了头筹 但都是我不在的情况下 只要她没战胜我 便永远有个新节组在那里 祝你成功 我真心祝福她 但在她眼中 似乎变成了讽刺 她握紧了拳头 我不禁想起 五年前会舞前一晚的事情 那时我们关系还很好 风记算是我难得的见修同伴 对于我们的亲近 别人都很奇怪 她是宗主之子 天之骄子 而我不过是清辉风 一个不善与人亲近的一个怪人 那时她也爱穿明皇衣裳 夜间偷偷跑来见我 跟我说让我一定要参加会舞 我那时不想去 便问为什么 她说她想知道 看清自己的实力 我那时真以为 她是想证明自己 却没读懂她的身意 那是她第一次会舞 她是想让所有人 看清她的实力 让别人认可 她这个落霞宗未来的宗主 她以为我一定能读懂她 让她赢 但我没读懂 会舞那天 我用尽了全力 她甚至一招 都没完整地展开过 被会场上的人 嘲笑得体无完肤 她平日是 众星捧月的天之骄子 怎么能被那么多人嘲笑 怎么能输得一塌糊涂 会舞后 我想要拉她起来 没想到正对着 她无比复杂又受伤的眼神 她咬着牙 红着眼睛倒走开 你对我羞辱的还不够吗 这时 台下的闲话过躁不堪 又钻进了我耳中 没想到 她连个女人都打不过 平日那么骄傲 结果一招都使不出来 我转身下台 现指那些台下 说闲话的弟子 冷眼扫视了一圈 吟声道 我确实是女儿身 但平日勤勉不亚于任何人 输给我又有何羞愧 还是你觉得你能战胜我 我就在此 接受挑战 传闲话的弟子 吓得闭上了嘴 而风济不知何时下了台 悄然离开了 那天之后 我们彻底决裂 会舞顺利在通天台举行 时隔五年 我终于再一次站在 会舞论道的台上 我没有让洛明熙他们失望 拼尽全力 一直杀到了三强决战 我知道 有个人还在终点 等着我一较高下 但我没想到 风济变了 一股强大而邪性的灵力 从他的见识中而出 我竟然招架不得 若是平时 我定然会为他高兴 但此刻我完全高兴不起来 因为这灵力明显不是他的 灵力的主人 我前段时间才交过手 那是孔雀明尊的灵力 我来不及质问风济 为什么会和孔雀明尊扯上关系 就已经被他打伤在地 他一步步向我走来的时候 我终于祭出了煞剑松魂 松魂一出 风济动摇了一下 台下哗然 他们不知道 为什么我对决 还要祭出煞剑 风济看着我 冷笑没用的 我今天一定会赢过你 宗主的脸色已经铁青 洛明熙愤怒地对我喊着 让我收起松魂 但我不愿意解释 对风济 我不想再次拆穿他 忽然一阵清脆的声音 在会场内响起 风济师兄身上的灵力 是孔雀明尊 不是他自己的呀 是陆瑶的声音 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他 包括我 我都忘了 陆瑶前段时间 也和孔雀明尊交过手 这下会场都炸了 宗主愤怒起身 指着陆瑶 你不要信口词黄 无而怎可能 与孔雀明尊产生瓜葛 但是很快 所有人都相信了这个事实 风济仰头长笑 一道绿色的雀语印记 浮现在他额尖 无数的黑气 从他身体内涌出 赢了你 只要赢了你 我在所不惜 我终于意识到 孔雀明尊的力量 将他反噬了 这时 一道强大的节节升起 把通天胎 和外界隔离的死死的 宗主怒喊着逆子 你做什么 风济不理会 宗主和其他人的声音 他只是悲伤地看着我 难难道 反正所有人都看到了 独酒 我什么也不怕了 如果当初你输给我 或许我们 我有些同情地看着他 我为什么要输给你 我难道天生 就该比你弱吗 只不过让你输尽颜面 是我的错 今天我们便将心结了断吧 你早已准备好 姐姐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言以尽词 风济哈哈大笑 随后眼里 闪过一丝浓烈的杀意 另一边 陆瑶在他的小夸包里 掏出了各种各样的法宝 周围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那么小的包 居然能掏出二三十个法器 这是什么神奇的口袋 陆瑶翻一个扔一个 扔了满地都是之后 终于掏出了一个法器 陆瑶找到了 用这个 就能强力破坏结界 把一个人送进结界内 洛明西文言大喜 当真 那开启试试 陆瑶点点头 倒过了一阵 在那灌输灵力后 果真在结界烧出个口子 不过那口子 也在急剧的缩小 陆瑶把法器 往洛明西手里一塞 一个剑步就跳进结界内 我去了呀 洛明西 你进去有什么用啊 让我进去才对呀 你也图 那个法器很快失去光芒 结界的口子也合上了 洛明西抱着 那个从来没见过的法器 一脸猛逼 陆瑶刚跳进来 正好是宋魂出剑的方向 我一个没杀住 宋魂直接从他耳边滑了过去 这孩子直接处在原地下傻了 我气急 你进来干什么 捣乱来的吗 陆瑶终于回过神 看见身后浑身冒着煞气的风气 塌压的一声 一个剑步跳到我身后 我听到他绝望的喃喃自语 对呀 我进来干嘛 我来找死吗 哎呀不管了 我叹了口气 你躲角落里去 我不陆瑶低声说你别赶我走 你看那么多人都看着呢 万一我经此一战 明阳落霞宗了呢 我像看傻子一样看向他 对方可是落霞宗主的儿子 你还想着明阳落霞宗 孔雀明尊 我将灵力灌输于宋魂之上 宋魂顿时引满了灵力 但却被我操控得摇摇欲坠 我本来控制宋魂便力不从心 何况上次还受了伤 忽然 一阵温暖的灵流 引满我的手臂 顺着灌输到宋魂剑上 陆瑶到我来帮你 陆瑶的灵流和我的灵力融为一体 宋魂剑白光大作 剑名声响彻云霄 宋魂 天生就是用来对付不听话的灵兽的 我看着风气对不起了 这次二对一 可我们还是能隐隐 风气大喊着不可能 不过一片树叶落下的时间 巨大的灵力对撞 就将姐姐撕破了一个口子 我记忆的最后一刻 就是看见陆瑶从我身边被镇伤倒地 孔雀明尊残存的元神被送魂划破 却猛然撞向我的身体 然后 我的双目一片血红 很痛 急痛 为什么会这么痛 我听到周围人围在我身边叽叽喳喳的声音 还有人在哭泣 这是我最后 最后的知觉 我死了吗 我也不知道 周围什么声音都听不清楚了 那些哭嚎声也逐渐远去 我仿佛沉溺在一片黑色的海洋中 越陷越深 偶尔 还能感知到我过去生命中的几个缩影 熟悉之人一一在我脑海中浮现 洛明熙 南木 杨 风济 还有 陆瑶 真是烦 明明最过道的就是他 口是心非闯进结界 还找理由的也是他 明明胆子那么小 不知道他以后会过得怎么样 会不会再作死 让人家给他收拾烂摊子了 其实还想跟他说 别想着攻略男人了 他这点脑子完全不够用好吧 想跟他说 好好修行 比什么都强 然后 他做的桂花奶茶 虽然好喝 但是太甜了 不知道谁能告诉他 下次少放点糖 我在海洋中越陷越深 也明知 我应当是走不出去了 正正的想着的时候 忽然眼前景色变幻 我眼前又变了一个天地 青草阴阴 幽幽露明 广阔而无限大的景色 出现在我面前 我很快察觉到不对劲 眼前的一切对我来说太大了 我一蹬腿 发现自己跳了起来 人死之后转世那么快吗 我看向其他的兔子 他们都在悠闲地跑跑跳跳 啃着草干 忽然我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我的兔子伙伴们一呼而散 我眨巴着眼睛望去 一个粉色衣裙翩翩 练若桃花 眼睛灵动 却哭得不成样子的美丽女孩 出现在我面前 陆瑶 陆瑶哭着 看着那些跑掉的兔子 哭得更起劲了 他还没看见我的存在 于是一屁股坐在树底下 我朝他跳过去 他看见了我 哭脸放大后 显得极其搞笑 小兔子 你怎么不跑啊 我蹬着腿 现在跑来得及吗 他哗了一声又哭了出来 我给师姐的招魂镜也失败了 那可是 用我目前所有的积分兑换了呀 可是魂魄被我招没了 今晚魂魄还不归位 他就彻底死了 到底为什么呀 他在说什么 我在这儿啊 我突然反应过来了 他是怎么招的魂 把我招到了后山兔子的身上 如果我是人 我一定会俯额叹息 学一步精致如此 我和洛明熙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可惜 我现在只是个兔子 你说他是不是不想回来呀 他是不是生我的气 有点 如果还有机会 我一定逼他把招魂法器 使用指南背的滚瓜烂熟 倒背如流 他跟我哭了很久很久 久到我耳朵都被赚妈了 我跳在他的衣裙上 一动不动陪着他 又听他说到 系统说我可以代替女主了 可我不开心 我怎么会这么不开心 我感觉 唯一真正对我好的人没了 当然他也不怎么好 压榨我 还是个修道眷王 还想把我也卷死 我不想当主角了 我想让他回来 他对我说过 人的路都是自己走的 种什么阴 得什么果 路摇而自言自语 猛然抬头 所以我为什么不试试呢 只要我是下去的话 还有一线转机对吧 我没想到 他会说出这样的话 心下有些感动 他跳了起来 猝不及防 把我摔到了地上 对 我要再去试试 我还没反应过来 他就一溜烟地跑了 我愣了 赶紧一瞪小腿 朝他的方向跑去 招魂也把我带上了 我在这里 我追着他 很快就跑到了他前面 在他的惊呼声中 我跃进了门 跳上床 在我自己的枕头旁边 眼巴巴地看着他 一旁的师妹 见了就要把我撵出去 恰巧南木扬也在这个屋子里 南木扬拦住了他 万物有灵 且看这是什么机缘造化 果然还是青梅竹马懂我 路摇而气喘吁吁地跑进来 他简单地解释了一遭 便不再管我 要开启招魂镜 再是几次 南木扬拦住了他罢了 每次开启这类法器 都急损耗灵力 独久他回不来了 洛世尊已经命人打造光果了 你 你又何必 路摇而泪眼婆娑地看着他 祈求南木扬让自己再试一次 南木扬不忍心看 便说这是最后一次 同意了 最后 路摇而驱动灵力 开启了招魂镜 这一次 我如愿回到了身体里 清风朗月 此时的洛霞宗正是好师姐 还是活着好 我说了书筋骨 感觉又可以好好修行了 后来我才知道 会武前夕风计 因为执念太深 生怕自己不能赢 被潜伏暗中的孔雀明尊 发觉心神不坚 于是被孔雀明尊的力量所用 而被他的原神附身 风计醒来后 也悔不当初 因为这是可大可小 加上是我和路摇放出来的 于是这件事都被护独自的宗主 怪在孔雀明尊的身上 风计被罚三年禁闭 孔雀明尊重回异兽阁 从此普通弟子 都不用想进去了 这之后 我去看了风计 我坦诚 即使没有孔雀明尊的灵力加持 如今的他 也依旧是我无法小瞧的对手 我们约好了 等他禁闭解除之后 一定堂堂正正再战一次 我问风计 当年那么想战胜我 只是因为面子吗 他如看傻子一样 看了我许久 最后实然笑了 独九 如果能战胜你 你也会看看 除了剑之外的人吧 我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 也是 我们相识一笑 但是有的事情 已经回不到如果当初的时候了 我和南木阳的婚约解除了 原因很简单 当初我曾以为 我的人生终究是 无法跳脱事件的规则 南木阳应该是我 狭小天地里 能遇到的最好的人吧 可是我错了 即便是狭小的天地 最好的 也不一定就是最适合的 我们太熟了 所以反而被所谓的婚约拖累 以至于他的情心 出了问题 都不敢告诉我 不必这样的 我们不用非得步伐一致 当一辈子的知己 也未尝不可 从此 南木阳要重新拾起他的情心 而我 会继续追寻自己的剑道 至死不渝 哦 对了 还有路遥 我的小师妹 他正被我逼着 被招魂法器使用指南 招魂招到兔子身上这个事 足够我嘲笑他一辈子了 我凑近他所在的木屋 窗边看见他边抄着 嘴里边漫漫咧咧 神经病 我做的奶茶哪里甜 爱喝不喝 我再给他做我是狗 全死了 全死了 原来学习的苦我都不吃 怎么现在还得说这个罪物 兔子怎么了 能招魂已经很厉害了好吧 过了一会儿 他那张爸爸的小嘴终于停了 原来是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我悄悄把他抱回床上 尽量小声地关上了门 我抬眼看着今天的明月 皎洁明亮 今天的洛霞宗依然很安静 全文完